刚刚讲的世界是一盘棋 现在普丁为了要去攻击乌克兰 他已经做好最完整的准备 战不战在他一念之间 而拜登怎么办 拜登我们这样看到 这两天美军突然夜袭了ISIS的组织 把他二代目给宰了 而且他是满门全部自爆 他想说怎么美军在这个时刻 突然进行这样的扶哨攻击 搞了半天事 有人讲这是对普丁的一个警告 他要证明他可以在任何时间杀任何一个人 这个是拜登释出最明确的政治讯息 状况是这样的 拜登不是在阿富汗跌了一个大礁吗 他讲说拜登落落啊 没办法搞不定这些人 所以在去年12月的时候 拜登他们就规划他们要杀一个大咖 来证明美军虽远必诛 所以这次就瞄准了ISIS的二代目 一代目是巴格达迪嘛 川普杀的嘛 你今天川普可以杀巴格达迪 我就可以杀二代目嘛 所以这个时候状况是这样 2月1号拜登在战情室拍板 说要去杀这个ISIS的二代目 就在冬奥前夕 2月2号准备大家过去嘛 2月3号凌晨12点一过就开火 而且把这二代目满门操展了 而且这个满门操展是一个精密的计划 状况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不是12月就开始讨论说要杀谁吗 讨论要杀谁的时候 第一个他就瞄准这个ISIS的二代目 对不对 二代目要找到他缠身地点 对不对 他缠身在叙利亚西北方的小村庄 然后这个小村庄是三层楼 然后这三层楼一二楼都住普通人 他只跟他的家人住在三楼 然后三楼也没有什么豪华的设备 他身材看到这二代目跑去顶楼洗澡 就是没有什么大排场 可是二代目他这样算过 因为他跟平民混在一起 无人机不敢杀 因为过去美军最常这样 我知道你在这边对不对 他整窝子都坏了嘛 我整窝子全部杀 一颗飞弹全死嘛 可是呢 因为他跟平民混在一起 所以拜登根本没办法去炸 你不是伤其无辜吗 没办法伤其无辜吗 因为你为了杀 他把一二楼平民都杀完的话 拜登搞不定嘛 结果呢你知道吗 十二月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一到三层楼的模型 搬到战情室 哪里有房间 怎么进去 全部在战情室里面杀盘推演 白宫战情室如果有这种模型的话 那美军基地里面有没有一不一的东西 当然有 当然有吧 所以那个时候美军的所有特上部队 就在这里面训练 他们当时上宾拉登的时候 就是盖了一个跟宾拉登一模一样的房子 然后呢 缩小版就搬到战情室 跟拜登解释怎么样才可以 伤其无辜伤到最小嘛 对不对 好了 到二月一号拜登一拍板的时候 二月二号大家调兵遣将对不对 二月二号 二十四小时凌晨一过之后呢 三台直升机 包含阿帕西 包含黑衣 包含无人机 B8F16直接就完这个三层楼这个民宅开始过 一过去的时候呢 子宫第三层楼 子宫第三层楼 他们所有的子弹 后面我们看到那个画面 这个第三层楼屋顶 等于被掀掉一大块 被轰炸 轰掉完之后呢 然后呢 他们正断延残壁嘛 然后他们开始用当地的方言 开始说叫你投降 然后平民呢 赶快撤 结果呢 他们是拜登跟贺锦丽在战警室 全程Live观看 他上面无人机来给他Live 跟欧巴马杀兵拉丁一模一样 然后呢 全程Live观看之后呢 他们是亲眼看到 有一些小朋友给大人带着从后院离开之后呢 他们才下令说 灰军可以进攻了 然后进攻之后呢 开始吧 杀杀杀杀杀 一路呢 杀到最后的时候呢 ISIS二代目发现 躲不掉 自杀炸弹 ISIS二代目很冷耶 他身上就穿给背心 随时就是自杀炸弹的背心 他反正呢 他要自杀之前呢 我就要拉几个美金下来 然后呢 他还把他的家人啊 几个老婆小孩 都叫在旁边 一起自爆 全家自爆 后来现场13个尸体里面 有4个妇女跟6个儿童 美军说 其实都大多是属于在那场自爆当中 一起殉道的 那后来呢 美军呢 把这一系列都搞定之后呢 后面的这个所谓的收尾动作 更让人害怕 他为什么 第一个收集DNA啊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我怎么知道 你十二代目 所以DNA拿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比对 比对确定 他不只那边的DNA 他当场比对 那个什么 第一个 不只他的房间模型 他已经收集好 连这个目标人物的DNA 我也都有了 所以当场比对这个DNA 确定是之后呢 然后呢 拜登就 这边就宣布说 我把他杀掉 可是另外一边呢 在战争过程中 因为有一部黑鹰直升机 掉下来了 掉下来过程中呢 没办法 他们要撤离 对不对 直接先把这个黑鹰直升机 因为旁边有F16在护航 把黑鹰直升机炸掉 一毛都不留给他 然后呢 现在这栋大楼 对不对 他们不是三层楼吗 对 第三楼现在毁坏嘛 他们说 我们要把这三层楼 全部炸毁 也全部炸掉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怕变成圣地 就是说如果 他在那边殉道的话 后面会出现很多人 居然在那边膜拜什么的 所以他们说 要把这第三楼 移为平地 所以 他们现在等于说 我的黑鹰直升机 故障 掉到地上以后 我就派无人机 把忽然机狂互乱 把你彻底炸毁掉 彻底炸毁掉 彻底炸毁掉 就是我一点东西 都不留给你嘛 我不能让你变成 后面炫耀的状况嘛 阿富汗最大问题 就是我彻底的 留一堆武器嘛 然后这个呢 那种大火 他们要把他移为平地 不然以后会变成 他们类似那种 圣地搭去 摩拜地 然后呢 最后状况是什么 24米陆战队进去 没有一个伤亡 所以美军这个状况是 完全都在掌握中 所以呢 看完这一系列之后 以色列国防部部长 只说一句话 美国要证明 他可以在随时随地 杀任何人 而这东西当然杀给普丁看 所以提外 原来我在想 奇怪了 这个二代目 你已经盯了很久了 而且 ISIS的组织 已经筋非细笔了 他已经没有什么样活动力了 你根本要这样子 大费周章去杀这个人 结果我听你讲 才知道说 杀这个人 是杀给普丁看的 是杀给他所有反对者看的 他要证明一件事情是 美国 他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而且这个是 俄罗斯在管辖的地方 俄罗斯管辖的地方 我也可以来去自如 对 其实拜登一时二鸟 他除了杀给普丁看 同时也杀给习近平 让习近平唤起他的记忆 为什么这么讲呢 第一个 他选的时间点 就在冬季奥运的 开幕式的前一天 2月3号 2月3号晚上凌晨 行动完之后 礼拜四早上 结果拜登马上出来 开记者会说 杀掉这个人了 然后呢 隔天就是2月4号 就是东京奥运的开幕式 所以告诉你说 全世界的焦点 不是只有你北京而已 是在我美国这一边 我杀了IS的二代目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叙利亚 本来就是俄罗斯的地盘 所以你今天 美国好像如入无人之境 直接跑进去 俄罗斯的地盘 去杀人 所以说我们是 外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看门道 这个地方是俄罗斯在保护的 这个是俄罗斯在维持的 这个是俄罗斯二军 他在旁边 有很多俄军在包围的 对 因为当初阿萨德政府 就是美军想要把他拉下来 结果一直拉不下来 阿萨德政府 就是跟伊朗是挂钩的 而背后最大的支持者 就是俄罗斯 所以这个地方 根本就是俄罗斯地盘 美国人如入无人之境 把这个所谓的二代目 把他干掉之后 然后大大的还开个记者会 所以对这个怎么讲 一时二聊 告诉拜登 告诉普丁 告诉习近平说 事实上我要杀什么人 我就随时可以杀什么人 而这个为什么说 唤起习近平的记忆呢 因为当初川普的时候 跟那个习近平 在海湖庄园见面的时候 当时发射了50几颗飞弹 59颗战俘飞弹 也就是告诉你说 习近平你不要忘了 当年川普在杀人的时候 我拜登也同样的 可以在杀这些IS的 普丁还是照常去了中国 而且还跟中国签订了协议 而且在短短9个小时里面 也卖个中国1100多亿的 天然气这些资源 对没有错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俄罗斯赚了钱马上就走 普丁赚了钱就走 所以你看到那个所谓的 万邦来朝的这个概念 这个晚宴这上面呢 没有普丁 而在场的所有人 大概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俄罗斯 所谓的一带一路 沿线的这些 就所谓的一带一路 这个等于是俄罗斯的后院 比如说哈萨克 比如说塔吉克 吉尔吉斯等等 这些国家的元首在现场 所以你说 照理讲 今天中国迎到这个万邦来的 这样的一个场合 我跟各国元首 这样的一个聚会 照理讲 普丁应该去 可是普丁就是不去 普丁不去就告诉你说 我不是你的 不然这个时候翻证 对 因为你知道 说中俄之间 其实是有矛盾的 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俄罗斯 对于中国推动一带一路 在我背后 后院搞这些东西来讲 这些国家 为什么 未来 未来会不会有可能 被中国收买 所以其实俄罗斯 普丁非常介意的事情 所以他连吃饭都不吃饭 马上就走了 然后那还有一件事情 说 虽然我们看起来 表面少了万邦来朝 但事实上你知道吗 在东京奥运 竟然有好几个国家 至少是八个国家的元首 他们根本没有运动员 在东京奥运 这就叫新加坡 八点国家还要自己跑过来 然后跟习近平吃饭 其实都是来讨钱的 所以你说 刚刚那样的一个场合 有八个国家元首 包括卡达 包括新加坡 包括沙发跳 这些国家的元首 根本没有参加东京奥运 对 你沙帽国家哪来的 所谓的东京奥运 当然没有室内 可以去训练没有错 但是这些国家 根本就没有派运动员 还有巴布亚纳金内亚 也没有派运动员 还好这个巴布亚纳金内亚 总理竟然还得了疫情 然后在北京的时候 这个赶快跑回巴布亚纳金内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各国在看到习近平 他们万邦来朝的概念来讲的话 都是跟习近平伸手要钱 当然普丁也不例外 因为他现在正在处理 乌克兰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必须背后有庞大的援助 经济援助 而这个经济援助 当然就是中国 所以中国可以愿意买他的石油 买他的天然气 未来如果美国制裁俄罗斯的话 当然普丁也不需要害怕了 今天大家非常惊讶 是 普丁竟然出来了 没错 想说 大家本来就注意到说 这一次的北京奥运 受到了美国的抵制 欧盟也抵制 对 我在政府的官员不来 就别人不来 对 普丁来了 而普丁在之前 你曾经讲过 他被严密保护着 没错 甚至说人要接近他的时候 他保持安全距离 对 他跑去见习近平了 两年没有出国国的普丁 他这一次 出国了 而且他是在乌俄可能会大战之前 他风尘仆仆跑到了北京来 九个小时 从这个俄罗斯飞到这个 这个北京有两 5833公里 飞了这个七个小时之后 2月4号的中午抵达 晚上就离开北京 做出了面子给习近平啊 你要这个跟我 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签这个合约 我跟你签合约 另外一个 我要参加这个冬奥的 这个开幕式 我都去了 他做出面子给习近平的用意 当然是 他要的是理智啊 不是 可是大家现在下饭也是 我们知道这几年来 美国要去对付中国 开始拉帮结派 不管四方联盟 或者是我今天跟澳洲 跟英国的这个结合 我要的 我就是用集体的力量 对付中国 可是现在大家担心是 中国跟俄罗斯结盟了吗 光姐 对俄罗斯来说 他现在必须要跟中国示好 为什么要跟中国示好 你可以看到 他这一次抵达俄罗斯的时候 是抵达北京 是多么风尘仆仆 你看下专机的时候 他穿着大衣 对 然后警察在这个坐在车子上 然后驱车前往这个钓鱼台国宾馆 你看这个下来的时候 是穿着大衣 就要这个马上驱车 前往这个钓鱼台国宾馆之后 出来之后 他就穿着这个西装 也就是说他在车上 在车里换装 换装 换装准备好之后 就进入这个 这个所谓钓鱼台国宾馆 然后警察跟习近平展开一个会谈 你看他抵达的时间点 完全不浪费时间 在从机场到了钓鱼台宾馆的时候 对 他已经做好装了 然后紧接进去之后 就马上跟习近平展开 所谓中俄的这个双边会谈 双边会谈 他们两个还破天荒 你看都没有戴口罩 这样近距离的接触 我们讲的话 普丁最近是不让人家近距离的接触 他为了展现说 我来的话是 果然给你始祖的面子的时候 我还脱下口罩 你看旁边所有人都戴着口罩 他们两个没有戴口罩 这样一个状况 你就知道说这个整个会议里面来说 让习近平当然非常开心 但是我觉得 这一次其实真正赚到的人是谁 赚到的人是普丁 为什么是普丁 他赚到了 对 那这一次他们在会谈的过程里面来说话 普丁他大卖特卖他的东西 你看他们在这个会前 开幕前进行了15项的合作回应 你看中国像 俄罗斯像中国出口 石油 天然气 小麦 那总的金额应该是1117亿美金的大订单 就这样丢给中国了 你说他在北京单了9个小时 对 竟然卖出了千亿订单 对 没错 他这里面有卖什么呢 第一个 他说俄罗斯的国家石油公司 还有中国石油的公司 签署了这个 我们直接运气给你 而且运气的地方是通过哈萨克 这个总的这个 这个计算金是800亿美金 就是我卖给你的时候 我还要付给哈萨克的这个过路费 所以这整个这样一个状况 另外还卖两笔这个油气 包括一个是4600亿 一个是4800亿 这都是十年起的这个大合约 同时这些 他要把这个所谓 西伯利亚力量一号 跟西伯利亚力量二号 同时还要再另外接一个管线 完全的把这个天然气 输给这个中国大陆 那中国当然非常开心 因为他现在的确也需要 这个所谓天然气 所以现在欧洲不要北溪二号 结果他就搞了一个西伯利亚二号 对 一个专门的天然气管给中国 所以你看他这个是不是 有中国之后 我就不怕你这个 欧洲对我的签字嘛 而且里面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 你知道他这个卖给 这个中国天然气的时候 他还说我们未来结算的时候 我们不要用美元 我们用欧元结算 所以他都已经想好了 万一我真的跟你开战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拜登 不让我用美元的时候 我就用欧元 虽然他连后路都想好 你不要天然气 我卖给中国 那如果你不要让我用美元 我就用欧元 所以他整个 他为什么一定要来中国这一趟 因为这一趟对他来讲的话 是他要开战的最后的一个准备 完全准备好了 我回去就可以准备要跟你对战了 好那大家注意到是 那接下来普丁做了这个准备的动作 乌克兰呢 乌克兰会怎样 我们看到事实上普丁在这个 这个开幕式里面的动作 我们就看到略看到端倪 那他在坐在这个贵宾席上面的时候 看到乌克兰的这个选手 经过这个会场的时候 你看他故意 他也知道全世界在拍他 结果他就把眼睛给闭上了 那事实上普丁很少在公共场合这个样子 他就故意把他闭上 好像在打瞌睡的一个样子 表示说我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这样一个感觉嘛 乌克兰经过的时候他闭上眼睛 他故意这样做 好那等到你看俄罗斯的团队ROC 他们的俄罗斯的奥委会的代表团 经过的时候你看 普丁是站起来会说 哇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状态 所以他刚刚闭眼睛是故意的 对他故意他就讲什么 我们俄罗斯很强 我就是瞧不起你乌克兰 所以看得到从这些蛛丝马迹 你做好准备来说的话 为什么美国会说 可能接下来乌克兰真的会有开战的危机 为什么会开战 对那为什么开战 你看米利就说什么 米利这几天呢 他们的美军的参谋联席会主席就说 可能接下来时间会开战 开战的时间点72小时之后 基辅就会沦陷 而且会有一点五万名的乌克兰士兵 还有四千名俄罗斯的这个 这个士兵可能都会死亡 甚至他们还把时间点都标出来了 时间点是2月15号 2月15号 对为什么是2月15号 因为2月15号的时候 我们都讲过乌冬会结冰 结冰之后会变成是当时的结冰是 最有利于俄罗斯的整个兵团 天津的时间 又可以直接过河 那如果过了这个时间 可能就不是最好的时间 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说 2月15号是一个非常有可能 发动的一个时间点 甚至还有想好什么三部群 他都入侵乌克兰三部群 就是第一个先拿下乌冬 那乌冬后 后来把所有人都抓起来之后 把这个所谓一群人士都关进去 关进去之后成立一个叫做新的国家 这个国家是结合了乌克兰 把俄罗斯跟俄罗斯三个国家 一个这个斯拉夫民主的伟大复兴 所以他连剧本都写好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 难怪美国现在真的紧张起来了 那不只是米利这样讲 连苏利文都说有可能会战争 所以现在整个画面你来看 这目前距离 这是卫星图 对距离乌克兰约莫是220公里了 有大量的军队已经开始 这个炮兵都进驻 甚至美国已经讲了 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要开战了70%的兵力 他现在都已经集结在边境 随时都有可能 真的大军一会就会进去乌克兰 好那刚刚讲的 现在上400 苏凯25 刚刚讲的不但是地面的空中的武力 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在克里米亚一个基地 你看克里米亚一个基地 你看这是去年9月15号的照片 跟现在的照片 现在照片你看 密密码码 像这边多了非常多的军事的设施都出来 所以他已经在进行一个军事扩张的行动 另外一个现在被他拍到说 在约莫在乌克兰的这个边境的话 有苏凯25 就空对地的这个攻击机 还有萨姆400的地对空的这个防空飞弹 甚至伊斯坎达尔的这个飞弹 还有各式各样火箭发射器 全部都会来了 所以告诉你俄罗斯已经穿BANBAN 准备要跟你开战的时间点是越来越近了 难怪现在游家长爆了 对那美国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美国现在呢 除了原本的这个8500名的这个军队 已经来到北约之外 美国再批准再有3000名的这个部队 又前进到了这个欧洲 那除了这个之外 包括说像F-15的这个飞机啦 这是所谓的B-52的这个S 这个轰炸 同温层的这个轰炸器 已经抵达英国 所以看起来的话 美俄双边已经开始做好准备 在2月15号之前 会不会开战 就变成是一个 你说2月15变成D-Day了 会不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间 今天 普丁这所有的动作他都说 他是要找等于说中国作为结盟 要对抗西方世界 难道乌克兰真的要打了吗 难道D-Day真的是2月15号吗 我个人认为战争威胁的边缘论 已经是最高的极限值了 普丁要打 他逆胜的准备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这个 他这个动作就是说 让全世界 尤其美国欧美制裁俄罗斯的布局 他完全完成 所以如果一旦产生这个制裁 他过去被制裁过很惨 对对对对对 上次搞过一次 搞克林米娜的制裁 很惨 这次从中准备好了 这就是搞你搞 如果你制裁我 我就跟中国成立一个大的一个商业联盟 这个一搞起来的话 那中国当然乐得清闲 所以他跑去中国是为了反制裁 当然是反制裁 所以这个准备工作又完成的话 他随时可以出兵 他现在兵力已经 你也知道 他在这个乌东的边 在乌东边界大概10万多兵力 在白俄罗斯也开始产生演习 这两部分随时据说 军事家的判断说 大概三五天之内 就可以拿下基辅 他已经完成这个全部准备了 所以在这个 要打仗 七成的兵力已经部署好了 他绝对在几天之内 就可以把这个 就可以把乌克兰首都攻下 基辅攻下乌克兰就完蛋了 这个没什么好谈的 所以乌克兰现在 总兵力总共25万人 而后备兵力 包括女人女生都征兵 有10万兵力要进来了 女兵都上场了 女兵上场 所有的都上场 但是在武器跟装备跟弹药上面 整个的装备来讲的话 他的水准差的非常非常多 尤其最重要的 他这一次的部署的兵力里面 就是最有名的一个空降师 他这个空降师 就是一直在打 从叙利亚打到哈萨克 十天平乱回去 杀了一百多 杀了一百多 你说哈萨克的那支部队 最精英的部队 现在又去乌克兰 全区部队要先攻基辅 第一个就空降基辅 这个部队厉害的不得了 全部都准备好了 所以普丁是做完成的 作战的完成准备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中国这个是得做出一个 长期的安排工作 所以这不是体育活动 这是一个战争活动 对 这个完全是全动员的 大量的这个战争动员 这个战争动员造成的 中国婴儿也得到很大利益 当然这里面中间就变成 你看到这两天的反应 就非常不寻常 得法国的总理 连续过去十天 跟普丁打了三个电话 说马克宏 马克宏打三个电话 然后准备 应该是今天要明天 要到莫斯科去见普丁 马克宏要去 然后德国总理这两天 好像要去见拜登 跟拜登见完之后 马上要回去再见普丁 所以这个整个外交的穿梭 援手传说开始 一开始动了 然后你看到一个 还讲一个更窝囊的 一个事情给你听 欧洲现在是 现在人员短缺 对 人员短缺 欧盟现在全员开会 开会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我刚才都笑死了 怎么样 因为他知道这个一打仗下 有两个问题发生 一个人员一定是 断气 40%是他供应 还有一个难民问题 一定产生了 一定大量乌克兰的难民 会跑到欧洲来 他们怎么 欧盟怎么准备干你知道吧 全部欧盟开会决定说 轮流停电 轮流停电 人员大家不够了嘛 那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够应 一个就是美国 一个是阿尔拜疆 外源很少还是不够 所以整个形势上我认为 他把人员推燃器武器化 已经发挥到了极致极致 已经准备全部控制到 整个欧盟的情况 所以形势上我认为 普丁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 需不需要打仗 我认为已经不需要打仗 不战而屈人之兵 因为乌克兰的问题 他只有一个问题而已 就是北约东扩 那北约东扩这一次 习近平也非常清楚跟他讲 我支持你的反北约东扩 反对北约东扩 然后他投桃报李 回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支持你这个一个中国 要反对台湾独立 对 对不对 这里面看起来是这样子 但是这里面就有学问 他反对台湾独立 他并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唯一的合法的国家 代表 这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唯一的合法的主权地位 他并没有交代 那同样的问题 习近平也没有告诉你说 我支持你打乌克兰 我支持你北约不要东扩 大家在商业上毫无保留 在安全上各留一手 所以这两个还 其实这中间还在角力 因为还有第三轮的事情发生 就是一带一路要继续发展 到底谁是老大 谁主导 没错 而且他刚才讲 你今天这个天然气管 这个石油管 经过哈萨克 是由我俄罗斯主导 代表哈萨克的事情 我俄罗斯说了算 经由哈萨克这条石油管 然后他们到了中国大陆 这个管的名称叫什么 叫做东方联盟干线 他是要联合整个东方联盟的 他原来的第一条进去的 他那个还另外一条 另外一条现在供应 叫做西伯利亚力量 西伯利亚2号 这叫西伯利亚力量 他这个名称是取得很有 很有这个兴奋的感觉 所以他利用这些资源 其实他控制整个区域性的 重要的人员了 所以我认为普丁在这一次里面来讲的话 你可以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不见了 美国不见了 美国的整个欧盟的主导权来讲的话 全部丧失掉了 然后他当然他有暗示 一定程度的暗示 你对这个印太部分的战略来讲的话 他提出不同意见 所以俄罗斯会不会进入印太 目前没有表态 但是确定的就是说 在欧盟的这场对战当中 普丁已经站得非常强的上风 可以看到了ISIS虽然被打得到处鼠章 他的根据地虽然被挤摸眼了 可是他现在就威胁 他要攻击世界杯 而且他等于说他的宣传非常的血腥 这个时候作为整个世界杯 东道主主办国的俄罗斯 他们就拿了六大杀器 而且是陆海空全面的戒备安全 鲍杰 你知道这一次ISIS做的海报很恐怖 把阿根廷的梅西和葡萄牙的ZERO 全部拿来砍头 做成海报 跟大家讲说 看着吧 我们就会让你的明星 被我们血洗在球场之中 这就是ISIS的宣传 吓人的吧 他宣传还有一个 你看 近景是一个握着遥控器的手 远景是整个球场被炸裂 爆炸 连那个设计出来俄罗斯这一次世界杯的代表 都被炸的断头 所以俄罗斯自然不敢小看 他把所有压箱底的宝物都拿出来 抱歉我们直接看 这是其中一个球场中边的防卫布置图 天罗地网 从海底到空中全部都挡住了 这不是战争图 不是 这不是演习图 不是 这是保卫这个世界杯的图 抱歉 我们甚至讲 苏凯27跟米24武装直升机 在空中长时间的巡逻 S300跟S400全部部署在球场附近 防空飞弹都出来了 你连有弹道飞弹射来 S400都可以把它拦截下来 甚至更重要的是 我们刚刚讲的 铠甲弹炮合一系统 当你有飞弹靠近的时候 连无人机都会挡住 你用快炮跟防空飞弹 直接拦截他们 而且更重要的是 因为有的球场靠海 所以海边还有飞弹驱逐舰 跟反渗透巡逻艇 飞弹驱逐舰都出来 抱歉 我跟你讲 你巡逻艇 我们特别讲 格拉切克反渗透巡逻艇 是新制造出来 是近十年才有的设备 它只有重机枪 可是问题是有一种设备 叫反蛙人榴弹发射装置 什么叫反蛙人 但是它等于是深水炸弹的 榴弹炮类型 你今天开到港口 如果今天 ISIS想要从港口渗透的话 它会用像是我们讲 Claymore那种 扩建型的地雷一样 直接对水底先射一个 榴弹的布设装置 然后对水底射出大量的弹药 所以你底下 你只要有挖人或潜水人员 在那边会直接被打成肉架 你看起来像个水雷 这个水雷底下 它会发射炮弹 我就算藏在这个水雷 从水雷下过去 感应到了 你就完了 抱歉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刚刚讲过了 空中有空中预警机 苏凯27 但水底下 俄罗斯还有派他们的特种水下部队 我们叫蛙人 他们叫大牛蛙 这一支大牛蛙部队 连在水下运作的武器 都是专属的 你刚看到有水下推进器 对不对 他们连作战的步枪 都有一种特别的 叫APS水下突击步枪 也就是他所有的弹药 跟所有的攻击武器 都可以在水下运作 可以在水中射击 对 宝洁 而且你 你不像什么AK-47 或是M16 带到水下之后 射个几枪最多 你的子弹跟你的弹甲 全部都被水泡满了 无法射击 他连弹药都是防水的 可是我们先讲了 水的阻力很大 我就在我们这样的距离 我射出去 也打不到你 抱歉 因为他射的还不是子弹 他射的是真弹 懂不懂看 他不是射子弹 他射的是真 他会把我给穿透 他就像鱼叉一样 抱歉 这就是鱼叉的连射改良型 所以在水中 虽然主力大 但是你就像鱼叉一样 你射出去15到20公尺之内 毫无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 有枪也就算了 俄罗斯的大牛蛙 还要练水下格斗技 抱歉 你仔细看 你有枪射击很了不得 对不对 他们标准的训练是 你在水下 要在武武器 武武装 全身只穿一条 我们的游泳裤的状态之下 要扼杀跟击垮对手 保洁在那个状态之下 你等于是比一般的长时间漂浮 跟深海潜水还要麻烦是 你要保持平衡 而且你要扼杀跟压制对手 同时间还有水下的涵养限制 他没有带呼吸器 你一边格斗 你一边会窒息 所以到最后很多人是因为气不够了 往上跑 所有的格斗都在三公尺以下的海底进行 你可以直接看到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 他的水下特种部队 连徒手绞杀都是系列的战术之一 所以我的蛙人 我可以在水下射击 我可以在水下格斗 而另外我们看到 他也拍出了纳努契卡 我看到这个飞弹艇 这个飞弹艇我觉得他是拿来打仗的 就没有想到 他是来保护这一次的世界杯 抱歉 因为这一次的世界杯 某些球场靠近海岸线 所以这个纳努契卡 他等于是 你以为他是飞弹快艇 不是 他是一个有三万匹马力 航速三十五节的类巡洋舰 他的目的就是集成任何靠近的 敌方的战舰跟敌方的小艇 所以你可以看到 对他来讲 其实敌人如果只是橡皮艇 根本是牛刀小事 他能够集成我们所谓的铁壳船 跟我们中型的驱逐舰 但没想对俄罗斯来讲 他竟然是拿来防守世界杯 海岸的战舰 而且有句话是 他的黑海舰队都出动了 抱歉 因为这一次对俄罗斯来讲 这个面子丢不了 他的黑海舰队 所有的战舰都在外海巡逸 而进到海岸边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飞弹艇 甚至更重要的 除了铠甲弹炮和一系统之外 他的特种部队的反无人机电磁炮 也都全部布置好 所以在这一次的世界杯里面 周边堪称天罗帝王 一层又一层的防御 让ISIS就算想要用飞弹或是火箭炮攻击 都打不穿这层层的金钟罩 好 这次俄罗斯在十一个城市开踢 中间有一个福尔加格勒的体育场 想说福尔加是什么东西 快想到福尔加河 当时史达林格勒不就在福尔加河旁边吗 后来才知道 这个就是在史上最惨烈的 史达林格勒工坊站的地方 比拔四 世界杯开踢 好 其中有四场比赛 在福尔加格勒体育场要踢了 踢之前总要整地吧 BBC英国国盟公司报道说 这里整地的时候一个挖出来 满地骨骸不会吧 骨骸骸 人头一个一个被挖出来 这么多年了 还被清干净 后来BBC又深入去探讨 当年在修这个体育场的时候 一开挖根本是万人种 不是千人种 万人种 然后现在这个以前叫史达林格勒地方 这真的是史达林格勒 以前 现在每一年它修房子整地 平均挖出来一年一千个骨骸 全世界城市死亡最多的地方 我要给大家讲 这个体育场是全世界单一 丘陵地三角下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 它这里是世界冤灵最多的地方 因为它在什么地方 它在马耶夫缸的三角下 好 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就是当年史达林格勒工坊战 有记录的死亡人数 你知道多少吗 多少 超过71万人 有记录到伤亡的人数超过200万人 这有些 据估计 再加上没有记录 有一些一些平平百姓 死亡超过100万人 一个城市 一场战役死亡100万人 你想想看 这是个多么血流成河的悲惨故事 因为俄罗斯人一直宣称说 起死二战的时候 俄罗斯的功劳最大 因为四分之三的德军 是死伤在这个地方 四分之三的俄国军力 是被牵制在这个地方 而在俄国战场里面 死伤最惨重的就是史达林格勒 可以说这地方是决定了 二次世界大战命运的地方 我简单讲 1912年5月8号 希特勒灰金打入俄罗斯 注意哦 它叫蓝天计划 就一打进去后 势如破竹 他想他在11月前就要征服 史达林格勒为什么会这么凄惨 第一个我要先讲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史达林格勒最高的制高点 叫做马耶夫缸 当初谁抢了制高点 谁就获胜了 所以他在那边拼命的 他在那边拼命 我告诉你 德军花了三天把这地方抢下来 这个俄军再花三天再把他攻下去 第七天的时候 德军再把他抢下来 第九天 德军再把他打上去 他们说到最后 连踩的地的时间都没有 全部都 踩尸体 踩尸体跑上去 好 除了这地方之后 再跟你讲 第二产的中央车站 中央车站六小时之内 一守十四次 十四次六小时 你攻进来 我在攻进来 你在攻进来 我告诉你 负责守中央车站的 俄罗斯的十三这个禁卫军 你知道吗 十三次第十次他被推出来之后 整军他本来是一万部队 一整 剩三百七十二个 一万剩三百七十二个 三百七十二个 结果他三百七十二个说 我还要去攻 把他攻下来 第三个 如果你到这边看世界杯的话 我建议各位 这个巴普洛夫大楼一定要去看 巴普洛夫 巴普洛夫大楼是 五十八天 后来俄罗斯的历史讲说 在巴普洛夫前面 死亡的德军 比攻巴黎的死亡 德军总人数还多 你知道巴普洛夫大楼多重要 因为他讲说 当时是俄军最小 最票害的 俄军当时牵制了 你牵制了四分之三的兵力 让德军四分之三死亡 他们叫天王星计划 这个斯塔林下令说 你一定要在那边牵制他两个月 我的坦克车能做好 我的炮车能做好 我的后援部队才能够来 好 那怎么牵制两个月 对不起 打巷站 巷弄里面打 对不起 巷站打完 打房屋站 什么叫房屋站 就是你竟然你占据客厅 对不起 我还要拼卧房 卧房 卧房拼完还要拼厨房 你把卧房客厅厨房通通攻下来 对不起 你还要打二楼 二楼打下来你还要打三楼 你光打一个楼下来 你要花很大功夫 我站到最后一兵一走 他们说 打到肉搏站 你听到可以听到对方呼吸的声音 对 打到这种地步 所以你说我现在在 薛利亚看到这样的一个战争状态 薛利亚是一个一个的巷站 你说最早发生就是在史达林格勒 这个更惨知道 居民总要逃乱嘛 对不起 你这个福尔加河在这边 这是史达林格勒 你如果逃乱的话 对不起 这边这苏军反而把人民杀掉 全部不准逃 你全部要羽城共存亡 后来 德军战略百分之九十 把苏军弄到这边 对不起 福加尔河上的船全部开走 你要不然就把他抵 跟他苏职抵抗 要不然你就掉到河里面去淹死 注意哦 那时候是十一月 被水一战 不是 那掉到河里面一定被淹死 对啊 十一月十一号 您快要结冰了 所以你在这边以后跟你被水一战 这里整个血流很河 所以我告诉你 你如果到这边去看球 一定要知道 这边是人间炼狱 难怪讲说 当时整个远东西的战场 把他送过来 所有的新兵存活时间 有人讲不到两天 有人讲最多一个礼拜 他等于当时不断的一批又一批 把年轻人送到这个人肉绞杀场 你讲错了吧 现在出了一本书 叫做人肉搅拌机 人肉搅拌机 人肉搅拌机说 后来这个俄罗斯是有做完全的同意 新兵从这边河这边运过来 存活是二十四小时 才一天 一天 新兵存活才一天 对 军官运过来存活是三天 所以你这边得冤官 所以我只跟你讲 有记录死了七十一万人 伤了两百多万人 最后两个月之后 终于补给够了 一百一十四万的输军 源源而来 一来之后 德军崩溃了 但这地方是一个城市战里面 死亡最多的人 所以现在世界杯 要在这里开梯了 总统拜登为了阿富汗撤军 搞得回头突裂 更不要讲 他竟然在机场的大爆炸 造成了13名美军的死亡 这是美国进行来以后 美军最大的一个伤亡 当然对于拜登的支持度 如雪邦下下滑 结果他在白宫记者会里面 对于这些发出了绞杀令 他说不管你们逃在哪里 不管如何 我要追杀到底 他就讲 你拜登这么样的懦弱 你现在发了这样的一个好语 你办得到吗 没有想到 第二天 美国就派出他们现在最恐怖 最残忍的人者飞弹 就在IS-K的两个主谋者家里面 居然就炸了 居然就把他们给宰了 我们知道 人者飞弹六刀齐发 他就像绞肉机一样 你想想看 过去他们用这种方式 对付苏莱曼尼的时候 苏莱曼尼只剩下手上的戒指 可以辨认 现在美国向全世界展示说 只要我想杀的人 我没有杀不到的吗 我的情报 我的追踪 我的遥控 我可以在世界各地 来执行暗杀任务吗 好 这次在里面 资深媒体的人王瑞德 也加入讨论 瑞德 你好 大家好 所以我看这个新闻 嚇死了 拜登 迷情顺顺的 上礼拜讲 我们要去等于说追杀 到底想讲的那么弱 有用吗 没有想到 第二天 第二天 两个ISISK的组谋者 对 竟然就被杀了 而且是被绞肉般杀掉 而且美国告诉你 我们不是这个好惹的 犯我美国者 我虽远必诛 既然拜登都在白宫说了 我要追杀你们的时候 怎么可能让你漏气呢 听说马上呢 这个拜登又下一个密令 给这个五角大下 你只要发现ISISK的这个成员 你即刻诛杀 不用我的同意 所以又瞎了一个 无论如何要追杀到底 于是呢 第二天马上 美国就出动了 MQ-9的这个无人机 马上就绞杀 猎杀了两名 ISISK的这个成员 那这里面来说 你看甚至连这个 这个苏立文就说 我们会继续用无人机 打击所谓ISIS 所以那 事实上未来的 这些所谓ISISK的成员 他们会非常担心 因为你的死会突然的死 而且你的死呢 会死状凄惨 你可能会搞到你的血肉模糊 连家人要辨识你是谁 都搞不清楚 所以美国现在用无人机 用这个MQ-9的无人机 再加上这个忍者飞弹 对 不管你在天涯海峡 他只要追踪你 一定可以把你宰了吧 好 那这两个人 到底是怎么死呢 保夕那因为美国 已经接获到情报 他们所住的地方 在这个距离喀布尔 不远的这个地方 的一个城镇里面 但是美军就一直观察他 观察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杀 他们这两个呢 因为他平时住在他们家的大院里面 还有他们的小孩还有这些平民 那怎么办呢 于是他们监视 监视到说小孩跟这个 他的老婆都离开之后 美国远在这个 约莫是一万公里以外的 内华达州的克里奇的空军基地 在内华达操控 他们完全在看这个相关这个监视 画面 于是就说好 我们准备要发动攻击 发动攻击之后 他操纵的是谁 从卡达起飞的一个MQ-9 这个无人机 经过几个小时之后 飞到这个他们的上空里面 在那边盘旋 盘旋之后 等到他们真的确定他已经接获 所有情报就是小孩这个 这个老婆都离开之后 只有他们这两个人 坐在这个后面的时候 好 于是就下令攻击 这个MQ-9就发射出了这个地狱火的 这个忍者型的这个飞弹 发射出去之后 保洁纳他们可能真的 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因为没多久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感觉到 一阵刺痛之后 他们可能就完全离开人世间 完全粉身碎骨头 你看这是当初被炸到 那台嘟嘟车 你有没有发现到嘟车 还非常的完好 结构没有破坏 他只有后面这个地方 你看后面这个地方 好像有被烧掉了痕迹 你看整个结构都没有破坏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用所谓忍者飞弹 这样下去的时候 在几乎快要到达 他们的这个拘杀时间点的时候 他会弹出六个刀片 弹出六个刀片 快速的旋转往下坠 往下坠的时候 他就这样打 于是他们坐在后座的两个人 就这样完全被绞成肉里这样的一个情形 然后你看 因为后来他们把这个 你看到旁边还有个大洞 这个大洞就是他打穿了这个车子之后 往下继续钻 钻出了一个大洞的痕迹 你看还有碎片在这个地方 就往下这样直接往下钻 这就是他当初所发现 他所设的这个飞弹的这个弹痕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就像绞肉机一样被绞杀 没错被绞到上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为什么这样说 这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苏雷曼尼 苏雷曼尼在之前被去 在二零一二零二零年年初被绞杀的时候 也是一样美军也是盯他盯了非常久 确定说他真的是已经出现的时候 我们赶快派出这个MQ-9的飞机去绞杀他 绞杀他的时候你看 当时也是说他精准的把他因为他坐在后座 精准的只有他一个人就这样被绞杀死掉 绞杀死掉的时候 后来人家只能发现用他的这个手指里面 戴着这个戒指才能够知道说 原来他就是苏雷曼尼 那这次这两个SSK也是死状 跟苏雷曼尼是一模一样这个局面 而且你刚刚讲的 你光是整个刺杀的过程 你非常可怕的 我在内华达州的空军基地 我调动了卡达的MQ-9 五人机 卡达直接飞到喀布尔 执行这样的一个刺杀任务 我都跟喀布尔没有关销 而且我在MQ-9在填空的时候 你在底下 你完全感不到任何的异状 当你发现这个飞弹攻击的时候 你已经来不及了 你已经伸手艺术了 但可怕的是 我怎么知道你家在哪里 我怎么知道你在后院在哪里 你刚刚讲到的 刚才苏雷曼尼 我为了要躲避美国的追杀 我用假的名字 我去做一般的客机 我就换了很多车子 没有想到即使这样 他还是被美国抓到 没错 这次美国从阿富汗车军 是真的灰头土脸 但是经过绞杀SSK的成员 他告诉你一点 我美国真的要杀你的时候 我还是会想尽办法的对付你 所以这是美国告诉你 他情报有这么厉害 对 没错 那为什么会想 怀疑说有这个巴基斯坦 或是相关人员 泄露这个相关的资料 让他们知道相关的成员 这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 MQ 这个所谓的忍者飞弹 最完整炸了之后 你看他的刀片在这个地方 刀片在这个地方 就是完全 非常完整的一个炸弹 这个刀片就是最大的 这个杀伤力所在 你看这是不是有一个转轮 在这个地方 这样转的时候 这样下去 真的是完全搅到 让你真的不知道 你的伸手在什么地方 而且这一台车子里面 对 我要前座都还好的 对 我是把后座的这个人 对 我把你给绞杀 另外三个人 对 竟然可以毫发 对 这就是美国跟你讲的 我这种忍者飞弹 你看这个画面非常清楚 你没有看到这种爆炸的痕迹 所以他可以精准的控制到 说我要杀谁 就可以精准的杀掉谁 就是这样 后座这个人 我精准的把他杀掉 这就是美国现在告诉你的实力 好 那事实上 为什么对所有的 所有的ISK的成员 非常紧张 因为他们现在 事实上在现在喀布尔上空 有非常多MQ-9在上面巡弋 MQ-9 他巡弋是什么意思呢 他现在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的ISK的成员 很多可能会用 所谓恐怖攻击的方式 所以这几天的时候 MQ-9又攻击了另外一个 这个攻击是什么样子 你看在两栋建筑物中间 他突然间发了一颗 这个地域口的飞带 击中在这个地方 击中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建筑物 其实是完好无缺 中间这个地方造成的这个爆炸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爆炸 原来美国MQ-9在上空这样盘旋的时候 发现到说 有一辆车辆非常的可疑 这辆车辆里面来说 可能装有这个炸弹 他们判断说 可能你这是可能要进行恐怖攻击 于是呢 他们就派出了人员去 看调查清楚之后 果然是这样之后 那怎么办 我们就只好发射飞弹 直接把你打掉 所以他就发射一枚飞弹之后 直接击中这个地方 击中这个地方 后来证实说 的确他们身上 的确这个车子里面 有非常多的爆裂物 所以他们可能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这样去攻击他的时候 他可能会那个车子 就开到这个机场附近 然后就进行一个冲撞 或是怎样 造成更大的这个伤亡 MQ-9有这么好的一个监视功能 我在上空你之间 周围数公里之间 你的一举一动 都在我眼皮底下 你说美国真的要对付你的时候 他几乎把所有的卫星 都掉到这个地方来说 我完整的对 完整的看着你 然后地面上有我的情报网 空中有MQ-9在那边巡视的时候 我当然会对所有的情知 就是知道了一清二楚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跟他讲的 这就是那个炸弹的地方 对 这个地方我们就这样炸成碎片 对 没错 就把这个仪式是可能有 上面有这个炸弹 我把它炸成这个碎片的这个情形 那当然因为这一次旁边的人 他们没办法来不及疏散 所以这次还是有伤到一些平民 但是无论如何 他们还是阻止了这一次 可能发生的这个恐怖攻击 所以说美军真的发狠了 当然你看这就是这个具体的这个画面 你看他打下来之后 这个车子就这样毁掉 你看上面还有人 上面有人说他没有受当 表示什么 他打击了面积 他打击了真的就是 他尽量不要伤到房子本身 他就是精准的就伤到这个车子的本身 但是因为车子旁边还是有些拼命 他不幸就因为这样而死掉了一个情形 这个办法是树立委员讲 他们还会再持续杀戮 没错 因为现在美军来说 他不可能在大局的兵队回到这个阿富汗了 而且8月31号的这个撤军的时间表 已经也到了 所以8月31号飞走不可 对 那他们现在能用什么方法 没关系 我虽然美军没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可以从卡达起飞 我什么无人机起飞 因为你们的防空能力实在 还是不如我 用无人机 所以我用无人机不断的绞杀你 不断的这样猎杀你 让你这样随时都活在一个恐惧感之中 可是保险那我们问题就来了 问题就是说那当初呢 为什么你这个白宫人 明明可以阻止这些事情发生 为什么你没有阻止这个事情发生 你的情报如果这么厉害 对 你怎么会容许 喀布尔机场的那个大爆炸 对 那有人就说 这是不是军方好像有意无意的 要跟拜登要一点权力 为什么 因为你看 现在拜登因为这样 经过这样的事件 他就说 如果这个发现更多恐怖分子 就直接展开攻击 不用需要我的获准 等于说他让五角大厦开绿灯了 五角大厦来说 现在要杀就杀 要宰就宰 任他宰割 所以说到事实上这一次呢 美国还是告诉你 他目前是全世界最好的 最高的强权 我可以用所有的科技武力 用所有空中的卫星 地面的情报网 还有MQ9 甚至死神的这个 甚至是忍者飞弹 你在哪里 我绝对都可以猎杀到你 好 瑞德 刚刚讲到的 本来拜登为了撤离阿富汗 再加上喀布尔机场的大爆炸灰头突裂 你会说美军完蛋了 可是没有想到我要杀人 今天讲明天就杀了 今天讲明天杀 我在内华达州 掉卡达的无人机 在喀布尔执行暗杀任务 更可怕的是 我怎么知道你现在住在哪里 我怎么知道你们有一个习惯 要在后院里面聊天 而且后院有高墙 高墙是你外面看不到 他居然从空中看到这两个点 马上确认他们是ISIS-K的领导者 就是策划者 马上动手了 那么鲍杰我请问你 那么现在美军 那么在这个等于说 阿富汗集中在什么地方 科布尔国际机场 在里面他没有在外面 什么意思 现在阿富汗 那么除了科布尔国际机场外 还有北方联盟控制的地方之外 几乎不是都是这个等于塔利班 所掌控的一个天下嘛 那我问你啊 不对啊 就算美国有很精密的 MQ-9的相关的死神无人机 在高空对不对 他拥有非常清晰的拍摄 然后呢 美军的监听系统 也全世界第一流的 跟分辨系统声闻比对 可是问题是 我怎么知道 他们这个阿富汗的塔利班 跟阿富汗的人 跟阿富汗的相关的IS-K 他们到底谁是谁 他怎么会知道 我问你他怎么会知道嘛 就算他有这么厉害 他怎么会分辨 这辆卡车上面 站着两个人 是负责策划 科布尔国际机场恐攻的 这两个人嘛 他如何分辨 这一辆车 是载满所谓的自杀炸弹 然后要出来冲这个科布尔国际机场 董事长是负责策划爆炸案的 没错 那他怎么知道 是董事长干的 重点在这个地方 那我请问您呢 他怎么知道 美军再厉害也不至于这样啊 美军如果在这样的话 现在就不会落到现在的这个 在阿富汗的这个窘境了嘛 告诉你 有人提供 源源不断的情报给他啦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就是因为有线报有密报 所以才能够决胜 决胜于千里之外 在这个美国本土直接 调度这个无人机去杀嘛 那是谁提供给他呢 告诉各位 巴基斯坦的情报组织 那为什么这样做 你还你知不知道一件事 把那个塔利班当时啊 不是拿下了阿富汗了以后 但是还没有整个 没有全部点定的时候 不是安排到了中国天津去见了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嘛 那王毅不是跟他讲的 王毅口头上承诺在外 这个经济援助OK 但是你不能让这个新疆 威吾尔族相关的这个 他们所谓的恐攻分裂行动 你不能支持他嘛 你知不知道是谁安排这场聚会的 谁 他拿的是巴基斯坦的副照 你知道吗 阿布杜拉也就是塔利班的 这个二号领袖阿布杜拉去见王毅 他拿的那本副照 就是巴基斯坦的副照 是巴基斯坦的这个铁杆兄弟呢 那么安排这个会面的嘛 为什么 很多人不知道 你们只知道神学士是由 一群大学生 对不对 那么热爱伊斯兰教育 你不知道塔利班事实上 这个组织 当年其实是由巴基斯坦的特工单位 秘密福祉成立的 你知道吗 所以呢塔利班跟这个 等于说巴基斯坦情质单位 一直有一个千丝万缕的一个关系 就连这一次不是打进来 两三个月之内 就可以攻进阿富汗嘛 大部分的这个 我们都知道有七万这个 等于说塔利班的军兵阿兵哥嘛 这里面有好几万人 当时就是由那么巴基斯坦 在这个巴基斯坦的边界庇护所 那么那个地方负责 那么把他们的等于说 庇护在这个地方 阿基斯坦大开边界 让他们冲进去阿富汗了 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 那个巴基斯坦 在这个地方他掌握 所以为什么有人说 这一场阿富汗战争 最大的赢家是谁巴基斯坦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客工 他们的情治单位呢 事实上把整个阿富汗的这个 所有的情报系统做得比阿富汗 政府军跟美军都还要好 所以美军也知道 所以美国也知道 就将计就计的用 所以美国花了很多钱 因为你杀了这些人 这些这个ISK的这些人 伊斯兰国这些人 他会不会报复 所以今天就直接从克布尔的相关的机场 旁边的司力大学的十字路口 车子里面直接发射了五枚火箭弹 打向克布尔国际墙 全部被自动炮弹拦截系统 全部砸掉 你知道吗 还可以拦截 对 五枚这个火箭弹 全部都没有砸中 直接拦截把你弄掉 他们的情报系统 建立到如此的地步 都不是美军自己建立的 为什么呢 因为巴基斯坦事实上 已经在阿富汗这个地方扮演了一个 最成功特工情报提供者 也源源不断把这些情报提供给美军 所以我告诉你 塔利班曾经讲说 你在我塔利班现在领导的阿富汗的领空 做这种事情 你要跟我这个 你要跟我通报 跟我的同意嘛 他只讲一次 就没有再讲了 不理他 今天还跟96国达成协议 8月31号车军完毕以后 只要拥有你们所提供的 这个相关的旅行证件 他们喊阿富汗人都可以自由离境 之前不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 各位money很简单 为了两千六百亿的外汇存底 跟IMF国际货币组织 那么上个礼拜要拨给他的一百二十六亿 没有拨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知道塔利班 事实上 现在的塔利班 跟二十年前不一样 这个塔利班非常聪明 然后巴基斯坦也希望跟美军合作 那么在这场阿富汗战争里面 绝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好 庭卫 刚刚讲到的 拜登为了阿富汗撤军搞得灰头土裂 造成了美军十三个人伤亡 这是过去这几年来 没有的重大损失 这人都想 你不是这样拍拍屁股就跑了 英国 德国 法国 还有很多的僑民留在这里 你要收拾善后 所以很多人说 8月30号再挪一下 再挪一下 可是拜登为什么吃了衬头铁了心 我动用了无人机 我进行了千里追杀 但有一个东西绝对不变 就是8月31号 我一定要离开 你说这跟中国有关系 对 拜登吃了衬头铁了心 因为他8月30号 决定离开 就是决定离开 因为你知道 这个阿富汗的内部的事物来讲 非常复杂 塔利班跟ISK的这个 这个是敌对的 事实上来讲的话 原本他们都是基本交易派 但是敌对的 现在刚好就是什么 就是塔利班借了美国的手 杀了IS 那你知道 IS如果你不来犯的话 其实美军也不会对他怎么样 今天就是IS 故意弄了一个爆炸案之后 让美军有机可蹭 那为什么呢 美国就特意的展示了武力给你看 我不是没办法杀你 而是什么 我不愿意来做这件事情 那同样的道理 他既然可以杀IS 同样可以杀塔利班 也不可能说不杀塔利班 那为什么放着塔利班 让塔利班去执政 因为你接下来还有个北方正 北方正线同盟 可以跟美国来合作 来搞塔利班 所以之前那个故事是对的 当时川普把塔利班 所有的领导者的照片 一个一个给塔利班看 而且你们躲在哪里 你们在哪里出没 我都知道 我就可以用我的无人机千里追杀 这是真的 是真的 而且你不要忘了 塔利班的现在领导阶层 大概有很多人都已经在 关过八年 我不相信CIA没有行走过他们 而今年的八月二十三号 刚好CIA的中情局的局长 也跑到了塔利班的面 到阿富汗 跟塔利班的这些领导人见面 所以中间有什么样的情报交换 这个资讯的提供 这不晓得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说俄罗斯现在 跟阿富汗说不好意思 我也不介入你这个内部的事物了 那现在只有一个笨笨笨的这个傻傻的 说要去这个重建阿富汗的一个基础设施 那就是中国 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个拜登跑出来之后 俄罗斯也不愿意接手 现在唯一就是这个 中国想要去接阿富汗这些烂摊子 那如果中国进去的话 那不就是刚好中了美国的计吗 为什么呢 因为拜登出来阿富汗的目的就是 要全心全力对付中国不是吗 那如果今天中国又把这个实力 消耗在阿富汗的情况之下 你知道阿富汗他们塔利班 并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他今天会跟你委屈求全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钱 为了要money 为了要买武器 为了要这个长序的永续的经营 但是问题是他会四十大开口 他绝对不可能说跟着你中国的关系 一直保持友好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他的树敌伊朗 伊朗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好 那你以后来讲的话 是不是塔利班又跟伊朗闹翻 又怎么办呢 中国觉得我可以赚钱 他们现在都已经发了一个公告 你今天只要年轻人 你在那边愿意盖高速公路的话 年薪百万 对 当然年薪220万 这个讯息后来被证明说是假讯息 但是至少有22万人民币 不是只有220万 可能至少有22万 代表说一带一路的这个项目 的确是有进入到阿富汗 但是问题是什么 如果你中国的这个建设项目 有进到阿富汗 是不是势必也希望 那个透过一个安全的关系 来确保他在那边的利益 所以如果说今天中国 进入到这个阿富汗 这个地方来讲 做这样一个投资建设 那中国可能要花更多的心力 来确保这里的安全环境 所以这时候就是中了 所谓的拜登之计 因为拜登 他就巴不得希望你中国 去陷入到阿富汗的泥澜 因为我们讲说 他是帝国坟墓 不是吗 那个苏联 美国 他都尝试过阿富汗了 现在就剩你中国 去看看阿富汗到底多厉害 那如果你把这个整个精力 或者是整个资源 投入到阿富汗的情况之下 你就没办法全心全意 对付你我美国了 这刚好就是拜登的布局 不是吗 那拜登就趁这个机会 回访在印太地区 亚太地区 来全心全力对付你中国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他已经准备全力对付 我就是要把阿富汗的部队 把阿富汗的资源 把阿富汗的金钱 拉出来 对付中国 现在可怕 我们刚上一代讲的 福特号已经下水了 他现在的卡尔伦生号 也在横须赫港 一直在满债的状况 对 福特号本来就是要来取代 尼米兹号的航空母舰 那尼米兹号的话 接下来准备要退休 然后福特号大概在半年后 可能原本设计是2024年 才要服役的 但是可能提前服役 但是提前服役 一定是部署在第三舰队 或者是第七舰队 主要的目的就是来对付中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即便是美国趁出阿富汗 但是他的军事实力 并没有减缓 你看到他想杀艾斯的 这些领导人 就去杀艾斯领导人 所以说真的他只要锁定到对象 只要是他的头号敌人 他基本上就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 但不代表说他撤出阿富汗 代表他的国力衰退 或者他的军事能力衰退 这不是这样的解读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如果福特号还有像刚刚你看到 包含卡尔文森号 现在都已经部署在亚太地区的话 可想而知 拜登本来就是以这里为重心 那我有头号敌人 中国要对付的话 我为什么要把事情 以及相关的资源 投出在杂七杂八的其他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整体的战略转移 就非常清楚 好 我们看到福特号 那样的一个爆炸 居然是对船舰的一个测试 而且船舰的测试 以为说我本来以为说 只有对船舰 他上面都有人 也就是说今天 我在福特号上面服役 我的旁边有水雷爆炸 有任何的水中炸弹的爆炸 我的船 我的人都要能够承受得了 对他事实上非常特殊的航空母舰 因为他也是大概十万吨 左右的一个排水量 那上面的一个舰载机 包含就是未来F35之外 另外他有一个传统的东西 跟这个现在不一样 就是说他的所谓的这个 包含这个所谓的冲击的测试 还有所谓的电磁的脉冲的部分 跟过往的传统的航空母舰 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做法完全是中国 没办法跟上的 大概中国可能会落后他20年到30年的一个光景 好 另外就是